桃園市今年度的公立与非营利幼儿园招生登记 到5月25号截止 为了满足家长的需求 教育局在今年一共新增了1200个名额 其中开办一年多的非营利幼儿园 也相当的热门 强调有别于传统、老师讲、学生听的学习模式 提供学童在课程中亲自操作的机会 用游戏的方式学习 也获得了家长的认同与支持 教育局从104年9月开办非营利幼儿园 给家长在公幼与私幼之外多了另一个选择 在教学方式上 非营利幼儿园也采行比较活泼的内容 跳脱传统的讲课方式 广设学习角落来让学童操作 而今年度也因应龙宝宝的入学需求 在桃園区与中立区 新开办两家非营利幼儿园 我们学校很重视的一个就是 就是学习区的活动 那主要是小朋友他是依照他自己的兴趣 那甚至他跟小朋友的同学之间的约定 然后每天早上会做一个计划 那计划好了之后呢 他们会划下来 然后在我们的签道表里面 然后再来他们就会开始去 他们选择的区域里面呢 去从事他们今天的计划 那想办法去把它执行出来 那遇到困难呢 可能就可以互相的讨论 甚至是说真的想不到方法 那我们就是角落学期的结束的时间呢 可以再请同学一起帮他们想方法 那他们可以决定 他们要不要参考同学的建议这样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培养孩子 一个问题解决的能力 甚至是逻辑思考的能力 教室中各种不同的学习区 可以引导孩子们从自由选择中 透过小组或个别化的操作 培养学童主动学习的态度 让他们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 与累积学习经验 除了应用在生活当中 也成为孩子们往后生活态度的根基 所以我觉得这个幼儿园对我们而言 不是只是价钱或是距离的问题 它是一个非常 让父母非常放心 然后像他读一年级的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 他会跟不上 或是他会有各方面的跟同学相处的问题 因为他们在这里在实作的时候 就会跟小朋友一起学会怎么样去沟通协调 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学习方式 像一般的幼稚园教你 那还有一些创意的东西 可以让你去做一个发挥 然后还有一个团体的生活 就是其实教的都还不错 桃园市今年的公幼与飞盈利幼儿园的招生登记已经展开 第二阶段登记为5月17、18号两天 登记资格为满4岁的幼儿 最后阶段为5月24号、25号 开放满3岁的幼儿来登记 而按照往年的状况 登记名额很快就会额满 有需要的家长可以把握机会 桃园有限新闻 林德超桃园采访报道